金門的觀光船正在觀光 觀光的開心不得了 看看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鯨魚之類的 結果中國的海警跑出來說要登船 可以這樣 觀光船他們也可以登船 違反國際案例 國際的慣例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其實觀光船出日號 大家看這是有船名的 有出日號 不像中國的三無船 三無船沒船名沒登記沒使照什麼都沒有 他這是有船名的 船名他一看 這艘船其實在兩岸關係條例裡面很清楚 中國的海警也知道這艘船是觀光船 他的航向怎麼走 航季圖怎麼走他也都知道 那麼這艘出日號 其實我說實話 他有沒有踩到所謂的模糊線 有 對他到大二膽的時候 因為退潮 因為退潮 那退潮的話 那個灘底會露出來 那就是尖頂船 如果他靠得太像大二膽這邊會擱淺 所以他就往西邊靠了一點 就往廈門那邊靠了一點 就剛好在那個模糊的線上 比較中間的地方 對 因為是退潮的關係 剛好在模糊線上 在模糊線上 那個中國的孩子就不得了 他說我告訴你 我把這個電視牆毀了 這個電視牆沒有 他太生氣就毀了 所以說這一艘船 他這艘船他就很麻煩 他就沒有辦法回來 因為不是他不回來 因為他一會就擱淺了 那個大二膽那個地方 就是灘底就露出來了 所以他必須要 因為退潮他就回不來 因為退潮他必須要向那邊靠 那這時候靠 其實中國很簡單 就只要講說 金門的觀光船 你現在已經如何 已經超過了我們的界線了 請你回去 或者請你靠回去就好了 那這艘船是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 循著前面慢慢走 等就循著這裡慢慢走 一個方式就直接回頭 原路回去 就這麼簡單 這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然後中國的海警 他就是要消你小粉紅 對於中國軟弱的現象 因為上一次不是 他們一艘黑船 一艘三五船 在這個地方翻船了 後來造成了不幸的事件 那現在紅十字會也出面來協助 會讓這個家屬到金門 來把這個大體迎接回去 對 那這個其實我們也做了 相關的人道的做法 但是中國的小粉紅就講說 太軟弱了 我們要以牙還牙 以血還血 這不是瘋了嗎 對啊 我們這是合法的船 有人有船民有申請 有使照 而且有航基圖 什麼都有的 對 你就上來 那上來 其實這是大陸的海警 中國的海警上來 他就是 證照給我看 有 其實說句實話 我們拿中華民國的證照給你 你會承認嗎 對啊 你承認不就兩個中國人 你自己也是雙標嘛 你也會被抓 對不對 他說有 航基圖有 什麼都有 大概三十分鐘弄一弄 他就下船了 其實正確的做法 這個海巡署有講 正確的做法 我們這一艘出日號 應該拒絕他登船 他是不能登船的 他是不能登船的 因為我們的船集 是屬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船 這艘船其實上面就是我們領土的延伸 對對對 你是不能上來的 你是不能上來的 你是不能登船 除非今天我是 我有非法的行為 例如說 我有毒品 或者上面有發生刑案 或者有人報案 說上面有疊血或如何 那第三國的警察才可以協助處理 海上治安事件 沒有啊 有誰報案 那他們很故意 故意啦 所以他們想要創造出怎樣子的意向 然後你可以欺負我們的船 我們也可以欺負你們的船 你受我管轄 你的觀光船也被我管轄 就是很幼稚 兩個小孩子打架 媽媽他打我 你不會打回去 我就打回去 就這樣子 就無聊 幼稚 但是這個狀況會不會持續 真的啊 會持續 那很麻煩 很討厭 所以 這個海訓署也告訴所有的船隻 包含了海上的觀光船 還有捕魚的船隻 盡量不要壓到模糊線 靠裡面一點 靠裡面一點 因為他們現在都已經踢檔了 你知道嗎 那個怪神上身 什麼都要做 所以很麻煩 這就叫挑釁 這就叫挑釁 我還要再強調一遍 那一艘三五船 說句實話 可以從中國福建出海 從廈門出海 就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就算我們不抓 中國的海警也要抓 因為你是海上犯違法行為 你什麼都沒有在這邊跑 我們的海警不抓 中國海警也要抓 那只是因為他到了我們這邊來 我把他趕回去 讓他翻了 那如果是中國的海警 把他趕到翻船呢 所以我想 因為他是犯罪行為 所以無論是兩岸的警察 都會追 都會抓 然後既然我講 這個海巡 我們現在海巡署 加派船隻就在附近 來協助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船隻也過來 那你說這樣會不會緊張 會緊張 這樣會不會插槍走火之類的 絕對不會 很可怕 我跟大家保證 不會啊 沒有人敢開槍 我面臨過 我對峙過 我跟中國的海警對峙過 我們做的是40 20 快艇 他船比我大 我們的船頭架了一艇武林機槍 說句實話 我也不敢開槍 他們的船頭也架了機槍 一開槍就大事 一開槍就開戰 很清楚 誰先開槍 誰開戰 而且面臨到在海上 我跟你 雖然說我代表中華民國 你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個人其實是平等的 為什麼 你開槍我還擊 兩個都完蛋 那可是後面處理的事情處理不完 對 所以大家很清楚 很緊張 的確很緊張 大家在海上航行 會受到很多的風險 但是我給大家保證 沒人敢開槍 是喔 沒人敢開槍 可是國民黨好像不這樣子想 國民黨說 所有的戰爭都是小事發生的 趕快 蔡英文 趕快 給我開國安高審會議 對 我覺得是 你們建議開 我們就開啊 對不對 針對兩岸的分爭 分歧 我們可以釋出善意 我們要跟你談 可是中國要跟我們談嗎 對啊 問題就是中國 中國要跟我們談嗎 很不受控 他沒有要跟我們談 M503他要跟我們談嗎 他沒有跟我們談 所以 國民黨的立委 沒錯你這樣講是好事 可是呢 這種狀況 你有什麼建議 不要光拋 不要拋問題出來 對 你有什麼建議 你在兩岸之間的協商 你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解這個疑惑 你講出來 國家是大家的嘛 對 大家一起治理嘛 韓國瑜也講啊 在立法院裡面 沒有誰的生意特別大 也沒有哪個黨特別大 大家有方式解決問題 一起來把中華民國解決問題 提出來 沒錯 像馬英九也會說 沒有看過這種兩岸都不對話的 他認為對話之後就會有 找出解決方式 可是他們都忽略了一個事實 沒有人不要對話 我們沒有人不要對話 是 中國不要嘛 他就死也不跟你對話 那怎麼辦呢 中國不要跟你平等對話 中國跟你的對話方式 是要矮話你以後 讓你聽話 他們要跟你對話 所以我才說 這麼多人出來講說 追捕船隻很危險 這雙方的情緒要消敏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事情解決 來 大家提方案 對啊 你立法院 你有舞台 你有管道可以說 馬英九集定會 你有管道可以說 來 大家提出來 而且馬英九跟習近平那麼好 你就叫習近平說對話 沒有啦 習近平沒有要跟他好 是他自己覺得好 馬習會 其實沒有跟他好 所以我才說這個狀況 大家如果有想法 有看法 大家提出來 一起幫我們兩岸解決這個問題 畢竟和平是我們大家都希望的 沒錯 感謝北城將軍